大家好 今天我想来介绍一道 又快速又豪华的周末早午餐 它的呈现是非常豪华的 可是我们用的材料 却是非常非常简单的 因为对于忙碌的妈妈来说 一定希望赶快把冰箱的剩菜 赶快给处理 所以可以把冰箱的剩菜拿出来处理成大小一样的尺寸 如果没有剩菜那就看冰箱有些什么 然后在礼拜六礼拜天的早上 给家人吃一个非常营养的早午餐 我今天看一看我的冰箱有300克的蘑菇 大概半斤我把它切成一片一片 再来我有一颗的洋葱 我把它切成小丁 因为等一下煸的时候很容易熟 我也希望它能够有恰恰 会有点咖啡色的感觉 再来第三个我准备了五颗鸡蛋 等一下把它打散就行了 第四个我有两颗番茄 一样我把它切成大概和蘑菇一样的厚薄度差不多 再来第五个我用的是豆腐 我在这能够买到的豆腐是硬的豆腐 在台湾应该是在菜市场可以买到的一块板豆腐 我觉得就够了 今天这些所有的材料大概可以三个人吃 当然如果食量大一点人可以搭配一点面包 或者在台湾很方便还有烧饼油条 可是我觉得今天这是西式的早餐 可以吃一个面包 那它的调味料非常的简单 我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去买一罐意大利香料 它在做菜的时候加上一点点的意大利香料 台湾油是小罐的加上一点点就非常的有异国的风味 我会拿来炒菜做凉菜甚至做蒜香奶油 都是很棒很棒的这个材料 那如果有吃辣可以加上一点辣椒或者是黑胡椒 甚至冰箱里面或者是冷冻柜里头 有一些快要过期的起司片也可以把它放上来 当你放在盘子里的时候 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豪华版的早午餐 好 我们来看看怎么做咯 我们先热锅 等到这个锅子热了 那我放了一点橄榄油 我会先煸炒我们的洋葱 好 等它等需要大概五分钟变成咖啡色 我们再接下来下一个步骤 好 等到我们的洋葱都煸到有一点点咖啡色 这个时候我把我的蘑菇放进来 大概半斤 然后加一点点的水盖上盖子 下去焖 这个过程可能需要五分钟 好 好 大概三到五分钟 蘑菇就会软了 好 那我刚刚在五分钟当中 我开了一次盖子 确定我的水是够的 那其实水是够的 因为蘑菇自己也会出水 那我现在软了之后 我现在下我第三个 番茄 那这个过程又要需要一下子咯 大概三到五分钟 等番茄整得软了 跟其他的材料一起混合 那我就要放我们的豆腐 等最后下 这整个过程当中我都没有加圆 最后再来调味 好 好 三分钟很快过去了 我们可以看到番茄都差不多变软了 我这时候把我的豆腐加进来 那我这个时候选择来开始调味 因为这所有东西都是没有味道 好 这么大一锅 那我大概可能需要 嗯 两个小匙 或者是在台湾吃饭的汤匙 然后再放上我们的意大利香料 意大利香料 那就个人斟酌咯 想吃味道重一点的 那我大概是放一小匙左右 我放一小匙左右 好 那我让这些东西一起焖煮个三分钟 好 最后我们家我们的最佳女主角 淡淡 好 盖子盖起来咯 好啦 又三分钟过去了 我现在把我最后面的最佳女主角 整个均匀的淋在我们这一锅上面 家里有烤箱的 可以把这整个铁锅拿到烤箱里头去用烤 那我今天就说是简易最简单的豪华版早午餐 所以我今天就选择直接一个炉到底 等一下整锅上炉 我现在要把我的盖子盖起来 我们再等个六七分钟 就要吃饭了 盖子盖起来 好 过了六分钟 好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豪华版的早午餐 那我等一下整锅上桌 准备吃饭咯 好 我们早餐可以吃一点水果 台湾是水果王国 可以加一点水果 这时候想多吃咸一点 或者是有人要加番茄酱 或者是黑胡椒都可以这时候加 那在做这个煎欧姆蛋的时候 有的人会加一点酒 那我今天没有加酒了 那我觉得这样子就很营养的早餐 吃饭咯